騎士覺得機車有怪聲 早上這間車行檢查 結果繞了一圈 這盤還可以除外 那盤還可以除外 雖然皮帶連同配件 得花上四千元 但為了找出問題 只能暫時答應 先拆開檢查 結果 這樣比較冷 有比較冷 眼看要換就得換掉整組 騎士最後縮手 但仍得付出一條 結果騎士回到家上網一看 位於高雄古山的機車行 網路平價僅一顆心 也有人說同樣皮帶斷掉 得修兩千元 七顆螺絲工錢也要五百元 最後警察到場 才以兩百元結案 另外也有人被強制保養 收了三千八 要問單價卻是一問三不知 甚至有人換個電池 兩千多元 直接開罵黑電 還有人疑似被用舊電池 隨意蒙混 同一部機車到其他車行檢查 皮帶根本沒有問題 簡單保養上游就恢復正常 而且要恢復原狀 經過了解更換皮帶 一般機車行只要一千出頭 連同配件保養 頂多約兩千元 一公錢雖然最高收到五百元 但仍得看拆解的複雜程度 至於要更換電池 多在一千五以內 網平一顆心的店家 幾乎都比別人貴上一倍 因此不想事後懊惱 情況允許下 還是先上網 看看別人怎麼說 免得自己被當 飛揚仔 TVBS新聞趙麗何一信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